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来煮枸杞菜蛋花汤 那今天我用的是枸杞菜 大家也可以用线菜或者菠菜来煮 味道也是一样美味哦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准备了一把枸杞菜 那枸杞菜的筋上有很多次 大家在摘菜叶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扎到手了哦 那摘好的菜叶呢 我们用水把它清洗干净 再沥干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准备了200克的肉水 加入少许的盐 胡椒粉 麻油 和生抽 稍微搅拌一下 再加入玉米粉 这样简单的调味 肉丸撕起来就会很香 接下来往锅里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打入两颗新鲜的鸡蛋 当鸡蛋处于半熟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炒一下 不需要炒得太碎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加入切好的蒜末下去爆香 当蒜头的香味出来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一杯清水 转大火煮至沸腾 当它沸腾后呢 我们就可以转小火 准备加入我们的肉丸 用汤匙把肉碎弄成丸子的形状 再把它轻轻地放到锅里 肉丸与肉丸之间要有一些距离 这样才能避免它们都沾到了一起 再往锅里加入一杯的清水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盐和糖 进行调味 稍微地搅拌一下 最后再加入我们的枸杞菜 倒锅里煮 我们可以轻轻地翻搅 让枸杞菜都浸到汤里去 然后再转中火煮至沸腾 最后我们再撒上少许的蒜头油 和炸姜鱼仔 就大功告成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道枸杞菜蛋花汤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记得为我点赞 关注和分享给家人朋友们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